曾经出现,现在却消失不见的赛马娘有哪些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秀秀秀的频道,我是阿修 大家都知道,赛马娘PTDebit这款游戏的赛马有所谓的死时 也正因为历史,我们才不会觉得赛马娘第二季剧情简直鬼扯 因为马克图文曾经说过,现实当然会比小说更曲折离奇 因为小说需要讲究逻辑,而现实不用 确实,历史上有许多人事物放到动漫里面 都会让人觉得作者在虎瞧的事情有太多太多 因此,即使赛马的马名拿去做游戏作品 之前法院已经认证没有问题了 但CYGANS还是会尽力拿到赛马的授权 毕竟赛马娘除了名字以外,衣服、配件、个性、剧情等等 都是参考赛马本身的事迹 所以有许多赛马明明在现实也很有名 但在游戏中就还没有出来 或者说可能就真的不会出来了 那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些 曾经出现在动画的有PV或是游戏PV 随后却消失不见的赛马吧 顺带一提啊,今天的影片出现的赛马娘的名字都是推测出来的 CYGANS目前没有公布这些曾经出现过的赛马娘的名字 那第一位,我们马上迎来大震撼 大震撼,周日宁静体系下来的马匹 马如其名大震撼是一匹,震撼日本赛马界的超级赛马 日本第二匹不败三冠马,深埃十四战,十二冠亦亚 退役之后成为大总马 自2012年以来,连续六年拿下日本总马冠军 旗下只持了,光是G1赛事就有41匹赛马 赢了总共62场的G1赛事 如果真的出现在赛马娘这个作品呢 渴望成为大魔王等级的存在 不过大震撼因为历史上真的太厉害 所以导致同期几乎没有可以跟他与之相披的马匹 那真的去拿来做动画的话啊 搞不好还不知道怎么画呢 可惜的是,马主金子真人似乎不太喜欢二次元界 网络上有些流传,金子一开始不喜欢大震撼在马娘的作品 与原本的圆马形象不太一样 不过这就要仅限于流传 金子真人本人没有说出类似的方言 第二位,夏威夷王 马主同为金子真人,生来八战七胜 介于周日宁静和大震撼之间 为2010、2011被选为日本总马冠军 这几年的日本赛马 协同上都脱离不了大震撼和夏威夷王 夏威夷王的原本的人胜 是赛马娘中的少见的黑肉娘 总马成绩 G1赛事就包含了11头 23胜 那这边有一个推论是 大震撼和夏威夷王 在2016年PV公布的时候依旧是一级总马 每年的配种获利都达好几亿日元 因此可能不愿意开放马匹的授权 在这两年大震撼和夏威夷王都相继病逝的情况下 金子真人是否会愿意放出版权 就看CYGANS和金子的洽谈了 不过这理论也只是在网络上说说 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 像李剑光战这匹赛马 在当总马的时候就在赛马娘登场了 那我们来到第三位 迷人紧致 迷人紧致是特别中的女儿 生癌23胜9胜8胜3季 其中G1赛4的6年胜 让她在日本取得相当高的成绩 每场生癌对战基本上都是人气第一名 生癌赛场有许多许多的事机 光是迷人紧致一个人就可以做10分钟的影片 所以我们先跳过 因为我觉得迷人紧致她是有机会出现在赛马娘的 尤其是最近赛马娘的人气在日本非常的活热 虽然客金量有点稍微下降了 那我们快速到第四批 黄金巨匠 黄金巨匠跟黄金船是同父异母的赛马 个性相当暴躁 每一场都会想把起手给甩下去 虽然戴上了口罩 脾气又变得很好 但一戴上口罩 马上就拿到这场比赛的最后一名 因此在历史上就很少带口罩出场 我在网络上查的资料是历史上只有两个人 那两场成绩都非常烂 所以游戏的设定上是脱了口罩会变得超级暴躁 这点还蛮复合史实的 可惜没有出来 如果有出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她跟黄金船的互动了 那最后我们再补一个 虽然她有在动画中出来但非常特别 那就是这一只 日文铭 这个角色本身没有CV 名字也就是以赛的时候 旁白在实况中有提到 手游则是有在黄金船的梦境中出现 原型非常非常有可能的就是 黄金船的老爸 黄金旅程 由于时代太像了 在中文动画里面翻译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匹马翻译成黄金旅程了 但其实旁白说出来的名字跟黄金旅程的日文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严格说起来CY并没有说这次就是黄金旅程 但是因为她的动画中取得的赛季跟历史一模一样 所以原则上我们还是会把它推断成黄金旅程 黄金旅程 父亲是周日宁静 母亲是黄金灵断 脾气相当的呛 超级呛 黄金船的个性这么呛 搞不好都是遗传她 正所谓黄金家族没有一个正常人 呃 我是说正常嘛 黄金旅程的圣海成绩相当的漫长 堪称大陪宝马 实力不差 但是因为先遇到了特别洲等黄金时代 又见证了黄金时代的衰退 然后又参与了好歌剧的王朝 一名将 旅战旅败 终于赢过好歌剧的一刻 圣海前期有着良好的实力 但因为惯性左行的关系 一直都是一个银牌铜牌的收藏家 圣海累积到了49战 其中包含了19次的G1赛事 都没有拿过G1赛事的冠军 直到2001年7岁的黄金旅程 决定远征香港参加2001年G1赛事的香港评赛 同时也确定了该场为最后一次的征战 在领头马冲出第四个弯 拥有长达10匹马的马申 这种几乎无法逆转的领先距离情况下 黄金旅程过弯之后展现出完全不同的冲刺速度 直接狂追10匹马申 最后在终点反超夺冠 在生涯最后一场 赢得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G1赛事 值得预提的是 黄金旅程这个名字是在香港翻译完之后再传回日本 放眼整个生涯成绩 甚至非常名副其实的名字 在动画中作为无名马登场 动画第一季7、8、10、12都介练登场 但都只是成为陪跑的背景 而第10集跟第12集陪跑的长度又更长了 这没办法 在以特别之后为主角的第一季中 黄金旅程不仅还在生涯前期 因为名字都没有授权的关系 没有CV 不过个人觉得 黄金旅程这批赛马娘非常的帅气啊 CY你可以努力去谈授权吗?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不知道为什么 黄金旅程的讲解段落都特别长 可能是因为前面大震撼和明雷锦志 都可以独立在做一个影片的关系 所以介绍的就比较短一点 等改天CY谈完授权之后 要真的要登场的时候 我们再来谈它 正式介绍这几只未登场的赛马娘 不知道大家最喜欢谁呢? 我个人最喜欢的就是这只黄金旅程了 动画的陪跑无名马 在七岁生涯的最后一场 赢得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的G1冠军 实在太精彩了 那喜欢我的影片 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掰 by bwd6 我们下次见